最新的数据已经出炉 方便大家了解 将肖战近期的成绩进行了汇总 明星全力榜华语男演员榜单5周连贯 明星势力内地榜周榜3连贯 连续七周百度明星榜总榜和内地的男明星第一 明星超话排名榜4连贯 爱骂活跃粉丝周榜第一 酷狗能量榜周榜38连贯 云音乐人气周榜第一 恭喜肖战 近日肖战就肃签教师组织学生应援仪式再次发表了表态 职业底线不能破理性之圈不能出 饭圈不能圈一切 这句话表明了肖战的三观坚硬的立场 每个人都应该恪守职业底线 努力工作 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也希望理智的小飞翔们能够倾听他的呼吁 共好自己的生活理智追星 其中在肖战转发的人民日报文中有讲到 越界的追星行为不仅能够透支明星的流量 也可能会反噬偶像本身 更加是侵蚀着饭圈文化的正向的价值 职业底线不能破理性之圈不能出 饭圈不能圈一切 尤其是孩子们的课堂文明理性追星 才能够激荡粉丝群体的正能量 说的非常的深刻且中肯 值得我们一起来深思 在肖战的多次呼吁下 小飞翔们自然也是积极响应 很多小飞翔表示支持理智追星 一位粉丝看到肖战又是劝学 又是呼吁正能量 说道能不能给肖老干部加个蓝V呢 去考教师资格证吧 太合适了 也是十分可爱了 还有一位粉丝隔空与肖战打赌 结果没有实现 而他给自己定下的惩罚是抄写顾文 并表示欢迎大家来监督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实在太棒了 这次事件中有很多的主体 而大众更应该关注的是教师这个职业 儿童群体的特殊性 以及事情的本身 有些媒体过于放大 与此毫无关系的偶像的名字 甚至把偶像作为讨论主体 其实是非常无理的 成年人需要为自己负责 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这才是应该关注的主体 真的不要模糊重点 另外如今网络上很多的媒体 不去追求真相 而失去所谓爆料和造谣 吸引人们的眼球 是媒体所一直存在的问题 作为媒体人的一员 希望能够大众带来娱乐资讯的同时 传递一点点正能量也好 只有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才能够体现媒体的价值 在此我也表示自己会紧记媒体人的职业操守不忘初心 也希望同行业的媒体人们能够可以共勉 其实很多事情在刚刚发生的时候 哪怕只有一家的媒体客观公正的去追求真相 事情也不会演变的无法挽回 这次肖战所陷入的事件 如今事实已经渐渐的明朗 希望以此为鉴 不要偏离事件的本身 而对于小飞翔们 我们的世界是很多元化的 允许批评 质疑的声音的发声 才能够更加的进一步 如果评价里只有赞美和认同 其实也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当别人对肖战的评价里 如有恶意的造谣和诋毁 我们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 慎重应该不予理会 这样的黑子会自讨没趣 对于一些善意的建议 我们大家都应该带着 虚心接受的态度来看看 肖战曾在采访中说 保持炙热坚持下去 或许前路未必是光明坦荡 但也一定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说得非常真诚有理 同时具有温度 诸如此类的金句还有很多 他们是肖战的不断给大众 传递着某种正能量 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正能量的人 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呢 我们总会看到肖战默默的作者公益 他也会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 会向每一位老师问好打招呼 会向每一位工作者致敬 说声辛苦了 他对待工作还是生活 他都是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 或许我们因为他的颜值和演技 而对他有所喜爱 但却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深爱 愿这位少年能够逆风生长 向阳而生 今日肖战终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在北京卫视的舞台上演唱了歌曲《竹石》 这次肖战参加的是国际护士节的特别节目 他再次清醒地献唱这曲《竹石》 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致敬别有深意 肖战硬身的蓝色西装造型简洁 儒雅帅气身姿挺拔 笑容明朗灿烂精神抖擞 眉眼间依然是温柔而且坚定 状态十分在线 笔直大长腿尤其吸引眼球 虽然面袍很消瘦 但是肖战浑身散发出的阳光气质 正能量满满迎合了万物向阳爱有力量的主题 依然是那个积极正面的暖心IDOL 多日未见唱功实力也依然扎实 铿锵有力富有感染力 从他的歌声里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线医护人员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勇敢无畏舍身忘死 他们展现出如竹节般坚韧不拔 逆风而行的精神 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首《竹石》对于肖战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 肖战唱这首歌 当时他还说起自己与竹的牵绊 他从小开始接触国画 在一笔一画的描摹下感受竹的浩然正气 竹子伴随着肖战的成长 也化为一种精神一直鼓励着他 竹子无论是永远都挺地在风中 四季长青 此番肖战崇尝尝竹石 用竹节傲骨精神致敬抗疫前线最美天使 温柔了很多也更加的坚韧了 相信每个热爱生活的人 都能够从这种歌中得到力量 像《立根破岩》中的敬竹一样 即使是风吹雨打也依然的坚韧 傲然挺立 之前的风波之后 肖战一举一动都被黑粉盯着 此前接受采访道歉 还被质疑采访是合成背书 不过最后媒体方回应了网友的邮件内容 澄清了所谓的采访合成之说 只是因场地导致拍摄跃轴 使得主持人和受访者画面不协调 所以在后期的剪辑当时 做了镜像反转的效果 虽然只是小事 但是被不喜欢肖战的网友 放大成了合成造假 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这也说明肖战的人气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减少 反应227风波出圈 导致网友分成了两派 一派觉得肖战被粉丝连累的太无辜 一部分的网友觉得肖战没有管理好粉丝 一点也不无辜 但其实肖战在采访时也说过 没有所谓的管理粉丝之说 偶像与粉丝都是平等的 而他作为一个歌手和演员 能够做到的就是专注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但对自己的粉丝造成的影响 肖战也会全盘的接受并道歉 可见他还是为粉丝买了单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 任何事情都无法估算 正是如此才让人对未来小心翼翼又充满期待 希望这次肖战复工之后 能够用实力多多证明自己生活在继续 梦想也在前进 理论下来